請教官跟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 頭條開獎頻道已經突破百萬訂閱 感謝全球網友的支持讓我們更強大 許多的網友引頸期盼 而我們正式宣布 頭條開獎頻道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成為頭條好學生 頭條自由生 或是頭條模範生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俄羅斯現在外長要出訪了 就在本週 拉夫羅夫要到哪裡去 除了要去中國大陸 要去安徽之外 另外還有這個31號要說到訪印度 要談什麼呢 當然就是談能源的交易了 討論石油 還有就是軍事設備的支付機制 那麼說到這個石油 我特別查了一下 說是要在什麼 要在5月份要交付 那麼這一批說要購買的話 其實對於印度來講 還真是划算 因為寒冰 你知道嗎 不僅僅是印度很開心 他說我買到打折的俄羅斯石油對不對 我確保了它的供應之外呢 另外啊 他這一批他是採取這個叫做 CIF的交易機制 什麼意思呢 就是啊 我這個保險的這個交易 這個風險啊 是 俄羅斯付的 賣家 賣家在承擔 所以是俄羅斯出 運費呢 也是你俄羅斯付 所以印度好開心喔 那請問一下 那你美國在這個時候 你想要怎麼樣去拉攏印度呢 你能夠給予跟俄羅斯一樣的條件嗎 如果可以的話 應該是可以拉得過來啦 但是如果不行的話 那印度是不是就要緊緊的 跟著俄羅斯站在一起了呢 印度本來就可以從這一次 俄羅斯戰爭之間得利 這個是沒什麼好講的 而且 美國雖然曾經派日本人去 說服印度 那甚至拜登也 叮了印度以下 可是實際上印度不為所動嘛 前兩天印度有個主持人 還直接在節目上發飆大罵美國人 對啊 我們昨天有看 是所以 印度沒有在怕 因為印度很清楚 現在美國需要印度 不是印度需要美國 因為美國需要印度 來幫他圍堵中國大陸 所以在主要敵人 還沒有被殲滅之前 印度耍耍小東西 然後賺點 貪點小便宜 美國人是不會太計較的 所以我覺得美國人是根本 對這件事情就當作沒看到 就讓印度去賺嘛 那實際上中國大陸 這一批也賺到一點 因為之前 歐洲虛油恐擊 中國大陸也賣了一批油給歐洲 是 所以實際上是誰得利 大家 中國印度 都全部都得利 是 那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我覺得德國是喊得最大聲 可是實際上 你要喊之前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對 俄羅斯現在 確實 面臨一個經濟上的困難 所以他當然需要 就是突破美國的封鎖 所以他才會 宣布說 你全部都要跟我用盧布交易 對 那實際上盧布 這兩天開始大漲 嗯 沒錯 所以 這這一招有沒有用 確實也有用 那剛剛和談的結果出來之後 欸盧布又更漲了 是啊 所以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所以股市應該也要反彈了吧 股市應該也有一些起色 所以看起來 大家都是希望這個戰爭趕快結束嘛 那在這種狀況下 我覺得德國 你有沒有去想過一件事情 你講說俄羅斯遇到困境 實際上你遇到困境更大 因為 如果你真的把俄國惹毛了 好俄國賺不了你的錢嘛 那我就斷氣啊 嗯 我就把你的氣斷了 請問一下你怎麼辦 對 因為你一下子 你百分之四五十的依賴 俄羅斯的天然氣 這些能源 你去哪裡找替代 美國是根本不可能幫你 一個最基本的理由 美國現在連自己的貨物要運送出去 都很困難 他連貨櫃連船都很難安排 對 因為這兩年 其實美國就一直不斷的 看他港口一直在塞車 那請問一下 他自己的港口都在塞車了 他怎麼能夠把東西運給你呢 嗯 所以我覺得 這個時候大家 國際上有時候叫一叫啊 只是 搭 搭中緬充胖子而已 你真正要威脅別人 我覺得 目前的德國還沒有這個實力 真是沒辦法了 所以呢 我們剛剛說印度現在呢 一切就是看利益 對不對 介大使 各國都在談算自己的利益 哪裡划算去哪裡 如果俄羅斯可以給好的條件 又是供應這又是供應那個 然後還可以打折 然後如不如比這個機制 這麼一繼續來買石油的話 那當然對於俄羅斯來講 跟印度來講 那都是什麼 雙方有利 那偏偏在這個時候你看到 哎 美國跟印度 說4月初要辦一個 外長防長的2加2會談 然後華盛頓的目標 是要提振兩國的國防聯繫 希望你印度跟俄國 不要走太近的意思啦 削弱印俄兩國之間的關係 是真的能夠這樣子 談一談就可以的嗎 啊 大家在這個開會會議桌上 聊一聊 討論一下 就可以 就拿到什麼樣實質的成果嗎 跟我們剛剛所談的 俄羅斯的這個跟印度的 這個能源方面的交易跟供應 或甚至是還要加大投資 說開放讓俄羅斯 去買印度的債券 這次都要談這些 你覺得哪一個甚至是比較划算 對 其實 其實這次印度是也是贏家之一 對 在國際政治上 其實搖擺的國家 常常是輸家 這要堅持這個 堅持的國家常常是贏家 那這次印度就挺餓 對 那不是普通的挺啊 是高調的挺 你想想看他兩次這個 兩次的這個聯合國的表決啊 都棄權不說 他公開表態講的也很明 我就是我覺得俄羅斯有 有權利維護他的國家安全嘛 對 那另外一個 在這個時候 接受俄羅斯的外長到他國家訪問 這什麼意義 這就是更是高調挺惡啊 是啊 俄羅斯在正在打仗的時候 對不對 美國正在全力率領他的這些 歐洲的子弟兵 小兄弟一起圍 圍怎麼樣圍打俄羅斯的時候 這時候誰敢站出來啊 印度 印度就站出來啊 對 有的國家 所以那個時候 歡迎你來 印度外長就來了 所以我想這個俄羅斯跟印度的關係 我想就是說變成鐵哥 鐵哥們這是將來是必定的 是 因為這個患難之交 這個很難得 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印度也沒忘了賺錢啊 買了一大堆 收了一大堆便宜的貨 對不對 像印度這種國家 說實話他也窮慣了 你美國人啊 用這一套 美國那一套 這威脅利誘啊 其實對印度不太管用 印度這個國家 第一個軟硬不吃 然後自我感覺超級良好 對 所以呢 這一次我認為印度是一個大贏家 那麼 而且很快 很快 我這樣戰爭 你能打多少 打半年嗎 打三個月嗎 對不對 那個事後 事後這個國際秩序 重新調配的時候 美國人會對印度更尊敬 不會對印度感覺是小弟 什麼都要聽他的 你什麼 你什麼房長外長會談 你來找我吧 要不然就是說啊 你那個什麼四方會談啊 以後 印度講什麼 美國就會 美國這個國家就這樣 那 他就是欺軟怕硬 你如果當然要靠俄羅斯的天然氣 你也要靠俄羅斯的石油也是一個嘛 是 同樣的他們的供應 那 OPEC 很多產油國 他的供應是可以調節 可以增加的 對 那包括像卡達是一個天然氣的輸出大國 這些都可以調整 但是問題在你歐洲國家 美國 你過去是怎麼樣對OPEC 對這個石油輸出國家組織 你並不友善喔 是 那而且你自己身為產油國 產天然氣國家 如果你今天這是一個這樣子 產油的組織 對 按照道理你應該加入 美國是絕對不會跟小朋友在一起 他要自己搞自己的 那所以後來 反而是OPEC跟俄羅斯的關係 因為俄羅斯開始石油大量生產 天然氣大量生產以後 對 OPEC覺得你好像是我們一員 所以叫OPEC plus one 對 所以把它變成納路 後來我們知道前一陣子 沙烏地跟俄羅斯在討論油價 是變成他們在討論 美國根本 美國不是養沙烏地養了那麼久 我覺得它是我最可靠的 忠實的盟邦 結果人家為了石油的時候就發現 我跟俄羅斯談還比較實際一點 還可以保障我的這個石油生產 我的價格穩定等等 所以 為什麼今天這些石油輸出國家組織 會站在俄羅斯這邊 我們不要忘記 當初這個組織成立的原因 就是因為過去 中東地區產很多石油 但是被大的石油公司 美國的叫做七大石油公司 控制所有的價格 等於是那個他們生產的沒有得到什麼利潤 全部被大的石油公司控制 所以他們才會把它收回來 開始自己掌控他們的油源 那今天也同樣 美國的公司石油公司 對不起我自己在阿拉斯加待過 阿拉斯加很多石油公司 所以我講這個話 我可能會得罪我以前的一些朋友 就是石油公司賺很多很多 那而且他們在 就是可以完全來調控市場的價格 當你石油價格很貴的時候 大家說我們要開發替代能源 它馬上就降價 讓替代能源沒什麼好玩的 是有彈性的 所以美國我覺得已經玩這個很久 那這些國家大概也已經看出來了 那我相信歐洲也看得出來 就是說今天你美國其實就是想賺錢 不見得是一定說 當然我們也希望 他們也希望他們的供應來源 可以更多元一些 譬如說不要完全靠俄羅斯 是不是能夠從非洲北非 阿爾及利亞這些產油國得到一些 或者從中東得到更多 那我相信他們 對美國的信任度是不夠的 今天呢要推薦給大家 使用我們這一台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機 好這一台呢其實非常適合 不論你是日常家庭使用 又或者是你家裡頭是 開門做生意的 有很多防疫需求的話 都非常的適合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